又來到紫薇棒棒堂 微冷知識篇 朋友們喜歡唱歌嗎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應該大部分都有啦 你被揪去KTV啊 卡拉OK啊 不管你是去當分子 還是去當分母 應該會有人發現 我身邊啊 總是有一兩個唱歌很好聽的朋友 每次聽了 神清氣爽 奇怪耶 他怎麼這麼會唱歌 我怎麼都不會唱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到底是什麼主心的人 比較會唱歌 要唱歌好聽 要有好歌喉 我們先來想想有什麼樣的條件 要好聽是不是跟聲音有關 首先呢 這個好歌喉呢 是不是可能是聲音乾淨 聲音清脆 聲音乾淨 聲音乾淨 好清脆 或者是紅亮 可能他肺喉亮也不錯 都算是 第二個條件呢 怎麼樣會唱歌好聽 如果有一首歌 你唱了十年二十年 你覺得會不會有進步 一定的嘛 就像你坐遊覽車 那個車上啊 阿姨叔叔啊 他們每次那個一南旺啊 你總覺得他們唱得好厲害 好熟練喔 唱二十年當然好聽啊 像公園裡面那個阿姨頭十塊有沒有 也是很好聽啊 當然因為他們常常唱 第二個 或者是呢 你很有興趣 真的很喜歡唱歌 於是你去拜師學藝 拜師學藝 有人教你 於是乎你也很會唱歌 拜師學藝 第三點 如果這個人 人生經驗豐富 很有歷練 很浪漫 很有感情 自然而然啊 他唱出來的歌 就會把感情鎖在歌喉裡面 這個天生感情豐沛的人呢 他也很容易會有一副很好的歌喉喔 感情豐沛 大部分愛唱歌的姐妹們啊 你也會發現那種 很有女人味的朋友啊 他唱出來的歌啊 也會很有女人味喔 我們集合了這一些的條件 聲音乾淨 常常唱 拜師學藝 感情豐沛 女人味 針對這些條件 我們來看看 哪一些主心吻合這個條件 首先呢 聲音嘛 聲音 你應該就可以先聯想到 學過的朋友 對 就是人家最喜歡講的那個口舌啦 沒有 都是口舌啦 來 巨門心 登登 叮叮 巨門啊 掌管了 你的 咽喉啊 肺啊 他掌管的大概是這一塊 的部分 所以其實呢 如果你有仔細觀察的話 你身邊如果有巨門心的朋友啊 其實他們的聲音會是好聽的喔 他們的聲音 大部分呢 會是乾淨的 或是清脆的 但是 有個but 在 這麼多 巨門心裡面呢 有個 冷年聲的熱年 除外 沒有 冷年 為什麼呢 冷年聲的朋友喔 他的舞曲心畫技 所以 冷年聲的人呢 他的聲音呢 會稍微 沙啞一點 沙啞一點呢 我們可以把它解釋成 比較有磁性 有一些歌星 他的唱歌的聲音 就會讓你覺得 喔 如痴如醉 聽起來明明就是不清脆 可是就是那個磁性很吸引人 有可能他就是熱年聲的巨門 第二個 常常唱 什麼樣的主星會 常常唱 誰沒事就去KTV 有 一個很好揪的朋友喔 他叫做 天童星 這個是啊 我們公認最好揪的人啊 不管 你什麼時候 什麼時間 多少人揪他 基本上他都會跟你去遊 為什麼 他就愛玩嘛 好揪啊 不計較啊 可以啦 OK 當你一首歌一直唱的時候 自然而然就會熟練 當你把一首歌唱得很熟練的時候 也會變得很好聽喔 好 拜師 學藝 就是很有興趣 我就是無論如何 我一定要讓自己變得會唱歌 有 有這樣子的一個很好學的信仰 叫做 碳朗星 嗯 他其實是一個很好學很喜歡學習的一個心要 所以咧 他這個也想知道那個也想學習這個也想會 全部都有興趣 所以一旦他對唱歌這件事情有興趣的話 他是真的會去拜師學藝好好的學習 自然而來他也可以展現出他的好歌喉喔 再來感情豐沛 甚至是女人味 什麼樣的心要感情豐沛呢 嗯 沒不對 太陰心 嘿嘿 太陰心 這個大家都講他是媽媽的心要 多愁善感 感情豐沛 因為他要對家庭付出 他要對另外一半付出 他要對很多人的付出 他很有愛 所以其實基本上太陰心的人呢 他們的那個情感層面是很強的喔 唱了歌之後 自然而然的可以把他豐沛的感情 帶進去他的歌喉裡面 所以不難發現IF 你身邊有這個太陰心的朋友 他們的歌聲會是那種很有感情的喔 我個人認為我們的台語歌啊 我們的台語歌啊 其實情感層面是非常豐富的 尤其是很多的老歌 我個人很愛 因為聽的時候就覺得喔 好有感情唱到骨子裡喔 太陰心 OK 之後呢 還會有其他各式各樣不同的主題 讓大家來多多認識這一些不同類型的主心